一下处理就是1月 不过1月这个地方是 日期它是放编号 2月也是放编号 3月也是放编号 这个编号指的是 1月的1号 2月1号 当你合并过来的话 麻烦了 不对啊 1是哪个月不知道 所以你要怎么办 就变成说你要再 把什么呢 它的日期的讯息 也跟着一起过来 所以这边的 应该这个地方显示 应该是1月1号才对 对不对 要完整一点的讯息 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点 那怎么样把它处理过 我想这部分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部分 当然理论上做完之后 有过来了 基本上完成第一阶段 对不对 可是第二阶段 日期最好是可以看到 类似像这边 几月 几月 是从这边来的 原来是编号 对不对 假设 假设 假设我们需要的格式是这样 不过最好是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 年月日 那会比较好 不过那个逻辑上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输出一个年 斜线 几月 齐号这样 那也可以的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处理 可能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变成你可能要一半的 变成前面是自动化 后面要自己在手动 也可以啦 就是说当然如果你要做的话 就一次把它做完 那怎么做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我这边提供给各位一个方法很多 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第一个 是这样做的 第一个是 我们先写一个清除好了 清除资料 比如说把旧资料清掉的话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用range 来处理会最快 这个范围全部清除的话 就是range 哪一个范围呢 A2到1的最下面那一叠 A2 就是A2 这个储存格 A是到1栏的 1 1栏的最下面那一列 那个列号不知道怎么办呢 没关系 可以用end end end最下面一列 去取得什么呢 目前最下面那个列的讯息 那这个列我不知道 可能也许是90好了 那你这边的话 就是再加一个这个叙述 不然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去 有没有 这个东西啊 从A2去侦测 最下面是哪一列 然后点clear contents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就是 利用那个range 里面有个方法 清除资料 其实就等到delete 你看有印象 点 clear contents 不过因为这边的话 我加了一个句 shits在前面 点 它会出来 clear CL clear contents clear的话是包含 格式也清掉 因为我们没有要清掉格式 所以clear contents 删掉内容 那当然另外就是说 这个是我原来在云端上写的 不过如果保险起见 怕说有的时候你游标不是在第一季 而是在别的月份的话 那会出错 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range前面 再加上第一季 点 加上这个讯息 就比较保险 这有点像是 比如说你说 我要到中正路 那你没有跟人家讲说你是哪个县市 那如果你现在在台北市 那当然人家直觉是认为是 应该是在台北市中正路 对 可是有时候你其实你是要到 新北市的中正路 但你忘了跟他讲说你是台北 那你可能就会找错了 对 类似这种概念 所以一层一层的 就是说range的爸爸 其实就是shits 反正就一层一层的 OK 像sales就是储存格 然后range是一个范围 那把这个资料清掉 OK 这个是清除资料 我们就又多一个 多第二个功能 但是第三个就是 请你把上面的这一个 原来的那个 我们工作表整合的这个 这个程序 复制贴到底下 底下加上增加月份 因为我们要修改程式的时候 我是建议就是 要把旧的保留下来 你才可以看到你的那个改变 另外如果说你改错了 还有回头的机会 因为很多同学就急旧章 一改 一改完 糟糕前面的东西呢 没有了 那忘了怎么写就麻烦了 不然还好啦 我的好 我的习惯就是 反正我